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所有演員和攝影美術加上的狀態 其實是一種很自然的風格 讓我很自然但又很強烈感受到每一個角色 心裏那種痛、不捨 將來的東西都發揮得好 我是燈火蘭山的導演曾謙寧 我的電影是4月13日上 說《流水落花》 我是很喜歡這套電影 大家一會兒可以欣賞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的意象很好 亦很有詩意 整個感覺就是 雖然裡面沒有一句特別的金句 或者對白是說《流水落花》是甚麼意思 但是整套電影就是每一句對白 或者每一個情節、每一個情緒都在說這件事 就是導演好像鋪陳著 慢慢滲入大家心裏的一種情感 我們是《死屍死時44》的導演 《死屍死時44》是4月4日想拍的 再說回一個電影 很高難度的事情 就是他拍小朋友 小孩與狗在這個世界上最難拍的 拍到你吐的 所以是超級高難度的事情 但電影裡面每一個小朋友都演得非常好 應該是每一個演員都演得好 我覺得連那隻狗都演得挺好的 是有狗的 是有狗的 稍後留意一下 還有攝影師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攝影師、師兄 這個你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剪接結構 我是很欣賞的 好,大家好 我是閘路未曾的導演 林森 之前因為大家 因為我不是在香港 所以大家 那麼多位的新導演 很好 他們仗義幫忙 幫我借表 所以我們閘路未曾 由上映12月22日來到 其實今天都還有一些長次 今天都還有一場在這裡 那已經是三個月了 其實是很靠大家 每一部的支持 才可以做出來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千萬不要看小大家的力量 如果你看完《流水落花》之後 你是很喜歡這部戲 你喜歡這部戲 你覺得他說的議題 是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你們不要害羞 你真的盡量去跟你們的朋友 親戚說 推薦他們入場 去欣賞這部戲 那每一小部 其實可能就會累積了 越來越多觀眾去看的時候 那戲院就可以 維持多些長次給《流水落花》 可以繼續一路 好像戲名一樣 一路流下去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流水落花》是一部 在香港是很特別的 很少去講這個議題 也很少用一種 聚事的方法去講 這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而且講得是非常 這部電影 叫《年少日記》 我還未上映 但是今年之後會上映 那 剛才《天》已經講了很多 關於這個故事 我想講的是 有這麼多人 都是拍幾百至到一千年的預算 但其實上到戲院 就好像奧運一樣 因為你的對手就是華立的 沙憂漢線 就會是這樣 即是 我們一千 拿到一千塊 我們已經很開心 但追擊在制度 或者在規模裡很難去追 就是人家就沙憂漢 我們就拿到 所以 林生說得對 其實每一分都很重要 就因為我們不夠錢拍 譬如荷里活 它有個位置叫Casting Director 就像這部電影 它應該要Cast 100個小朋友去做 但是你不夠錢 你就要導演自己做 你還要Casting Director 這個位置 其實不是很健康的 導演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就是有時候 你可能看完一部廣產片 你可能覺得 他都沒有 Christopher Nolan 那麼厲害 那不要緊的 就是 你如果覺得這個導演 即刻拍下一部 你就多些解釋 你身邊的人看 那這個公演才會要練好 Thank you 我是辛平王 我是過時過席的導演 不阻礙大家那麼久 其實總括而言 我們今天是 想再一次很誠懇地 情緒勒索大家 就是我們身體力行來到這裡 其實真的 就是剛才說過很多一部電影的事情 但是我們其實 導演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 其實就是來支持大家 也希望大家 給了機會新導演 給了機會香港電影 就是希望多些人看 才可以有討論 才可以有下一部 這個才是健康的一個工業 那還有一點 就是其實 其實我這部電影 還有我們幾個導演 還有阿楓的電影 其實都是十部劇情電影計劃的 其實這個計劃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是沒有老闆的 因為他給了一個片主 我們自己就是 導演就是片主 所以有好的地方 就是沒有老闆煩 對不對 但是也都令到我們的責任更加大的 因為這部電影是自己負責 所以在這個計劃底下 其實我們 每個人都會拍攝自己 會代表自己的電影 我覺得《流水落花》 絕對都是一部電影 所以不想大家這麼久 希望大家可以靜心分享 如果喜歡的 或者不喜歡的 都可以推薦給多些心悲的人 去看這部電影 多謝你 《票房》那件事 不是說我們想要賺多錢 而是因為很重要 對這部電影 可能在第一個星期 第二個星期 或者它能不能耐久下去 是很重要的 如果 很現實就是 如果大家 未能夠入場支持的時候 是真的 咳牆是可以很現實地咳得很快的 那就變成大家 沒有機會可以在一個戲院裡面 可以真的 很認真地去觀賞這部電影 其實是一個很可惜的結果 在去年金馬祥 回到電禮 我們 即是我在現場 聽到張成說一句 很害怕大音樂 被小音樂取代的 我覺得剛才聽到張成說 我都很想再提醒大家 這句 其實電影在戲院欣賞 是看的 是跟電影 或者你之後在飛機上看的 是真的不同的 因為我自己 在過去一年 成為了一個長片的導演 我覺得這個感受是非常深的 因為以前可能一路學電影 或者拍攝 都是覺得在電腦剪片 或者在電腦看 都是這樣成長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但正正自己完成了一套場片 在戲院看 譬如說我在台灣一個泰坦廳 即台北最好的戲院 最大的戲院 去看我自己的圖片的時候 我自己感受到的東西 甚至是我自己在創作 兩三年創作的影片的時候 沒有感受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是 電影在戲院的魔力 的魔力 也很感動 可以再次回來這裏 我覺得很奇妙的 兩次大家 這麼多新導演一起跳 因為 在這個環境去做香港電影 大家都很不容易 也是一件很孤獨的事 所以每一次遇到大家 會知道 其實很多人 很多導演 都一起 是為這件事 努力去創作 和奮鬥的時候 會每一次都會 令我得到一些力量 可以繼續下去 他想 希望那個票房 不是真的為了賺大錢 其實可能我們 只是拍一些 香港題材的導演 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很想 再繼續嘗試一下 其實一個香港這麼小的市場 只是香港 是不是可以 承載到 給自己看的本土的作品 還是永遠都真的 沒有辦法 因為永遠就是 我們市場太小 所以我們照顧不到 一些 這一類型的作品 我經常都覺得 是不是真的 那個命運 就是永遠 因為這個限制 而是敢義 無論我們怎樣努力 都突破不了 希望觀眾的支持 會證明 這個命運 不是這麼絕對 或者這麼不能逆轉 這個是很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能會有人說 這樣是不是很情緒勒索 但我有時候會覺得 如果一個地方的人 去為自己的文化產業去努力 希望它好 那是不是真的 一個叫做情緒勒索呢 可能跟韓國的人說 跟法國的人說 其實他們 很proud of自己地方的電影 亦都很支持自己地方 做出來的電影 是不會有人覺得 這個是情緒勒索 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希望香港這個地方 是值得有 可以盛載到 我們自己的優質的電影 而不需要仰賴其他市場 其實不只是說 你用它做撐字 就是經常說 情緒勒索 撐又說蠻撐 那些人說支持 那就欣賞 用它欣賞這個字 好嗎 就是叫身邊的朋友 欣賞這個電影 那 還有真的 就是 票房是 就是說 除了要回本 那你回本 也都令到我們有機會 拍下一個作品 就是你 可能 或者大家看完 我們新導演 可能有很多 就是你看完之後 你可能有一些事情 我覺得 有好有不好的 那不好的 都要給我們機會再進步 那就是要 希望 就是你支持 我們就有機會再拍另一套戲 就是只會是 我們不斷要拍 多一點的電影 那麼市場就蓬勃一點 還有我們 香港的市場 都要大家去支持 也都 不要不只是 某些市場的電影 OK 好 很感謝各位導演 幫我這部電影 說這麼多話 其實我覺得 我們彼此其實不是很熟的 說真的 認識了不久 那我想他們 都可以站出來 為我打氣 為這部電影打氣 我相信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各自都是新導演 我們都很明白新導演的困難 即是不會當他們 即是我看回他們 譬如說他們有戲上畫的時候 或者在拍電影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感同身受的 大家的困難多少都相同 所以我想在今天 他們都很明白我的困難 所以今天特地走出來 好像跟我們打客氣一樣 那我覺得最感恩的就是 就是我們彼此本身不認識 或者不熟 但是好像因為電影而結識了 那這件事是 多謝電影的 其實是 自從上次集到微塵 我們叫導演一齊 就是過來出來站出來之後 好像我們都已經形成了一個 彼此互相鼓勵 就是一個小團隊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在香港做 特別是新導演 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我們都彼此很明白 就是對方 我們做新導演的一些 歷程上的一些困難 我們都很明白對方 什麼時候需要支持 那我 因為 《來水落花》 其實最近已經想玩 第十月左右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漂過就是一般 那他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就很意不容辭出來 支持我 支持這部電影 所以我自己都 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我希望觀眾 可能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跟身邊的人多些說 讓這個訊息 可以傳播 讓更多的人 讓更多的人 可以入戲院看這部電影 我想 票房 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 我是希望可以多些 香港觀眾 可以看回這部電影 《來水落花》 都是一部 首部其成電影計劃 其中一部 得獎項目 那 首部其成電影計劃 有一個特別之處 其實我們是自己是自己的片主 那我們作為導演 就不只是要做導演的工作 其實很多行政 很多製作上的其他崗位 我們都要身兼紀錫 所以 今天 當我們出來借票的時候 我一定是要出來的 那 還有 當我們 這部電影 當然 這部電影 當它有困難的時候 其實我們 就是我們 暫無狂態 一定是 我們需要站出來 為自己 支持一下自己 或者想一些方法 可以告訴觀眾 聽 我們這部電影 其實是需要支持 需要入戲院看的 這樣 在某些發展 fondo 還是 裝修 你 實用 Edge 大家 我們 其實